当我们谈到修心修行开悟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行菩萨刀 这是一条导向内在平静与智慧的路径 一条被无数寻求精神成长和内在宁静的人所走过的路 那么什么是行菩萨刀呢 简而言之它就是走菩萨正在走的路 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化身 他们的存在不仅是为了自我提升 更是为了众生的救赎 当我们选择行菩萨道时 我们选择了一条帮助他人 为他人服务的道路 这条路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灵性提升 更是关于如何将这种提升转化为对他人的帮助 首先我们要明白菩萨在救人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进行一些宏大的 超自然的救赎行动 相反 它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 当你选择倾听一位朋友的烦恼 当你帮助一位需要的陌生人 甚至是你对身边的人表达的一个微笑 这些都是行菩萨道的表现 接着 菩萨在做功德救度众生 这意味着我们也应该做功德救度众生 做功德并不一定需要做出宏伟的事情 或捐出巨额资金 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小小的善举 任何一个能够为他人带来好处的行为 这些善行聚杀成他 最终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 菩萨持戒修实善业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持戒并不仅仅是遵守一些规则护法则 它是一种自我约束 一种对自己行为和思想负责的方式 通过持戒 我们能够培养更深的自我觉察和自我控制 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人 修实善业 是指在我们的言语 行为和思想中遵循善良的原则 这意味着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当我们在这三个层面上行善时 我们不仅在改善自己 也在以积极的方式 影响住我们周围的世界 这些善行像是水滴 逐渐扩散开来 触动更多的生命 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与美好的社会 行菩萨道 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积极地寻求机会去帮助他人 这不仅是一种行为 更是一种心态 当我们走在街上 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 我们不会犹豫 我们会主动伸出援手 当我们在工作或学习中遇到挑战时 我们不会只顾自己 而是会想到如何让团队或同伴受益 这种无私的精神 实行菩萨道的核心 他要求我们放下自我 将注意力转向他人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自己的需求 而是意味着我们在满足自己的同时 也不忘关心他人 这是一种平衡 一种同时提升自我与他人的美妙旅程 当我们提到做功德救度众生时 这不仅是指物质上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 言语和态度去影响他人 每一次我们选择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 每一次我们选择用善意的话语安慰他人 我们都在进行救度众生的行为 实际修实善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要求我们时时刻刻保持警醒 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言行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挑战和诱惑 但正是这些挑战和诱惑 给了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通过持续的自我反思和修正 我们逐渐靠近那个更加圆满 更加觉醒的自己 要实现这一点 我们需要开展深入的内在对话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的言行是否符合善良的标准 我们是否真正被他人的福指住想 这种自我审视不是为了自我批评 而是为了自我提升 它是一种内在的导航系统 引导我们走向更高的道德和精神水平 这条路径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承党 它也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 当我们每个人都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自己 整个社会也会随之变得更加和谐与美好 这种正面的连锁反应 可以创造出一个充满爱与同情的世界 我们在这条路上不会孤单 世界各地有无数的人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行菩萨道 这些人或许我们从未见过面 但我们与他们心灵相连 每当我们做出一个善良的选择 我们就与这个广大的 致力于善行的群体产生了共鸣 福德就是透过行善来改善我们的因果关系 想象一下 当你伸出援手帮助他人 无论是小小的善行 比如帮助老人过马路 或是更大的慈善行为 这些行为都在积累你的福德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福德并不等同于功德 许多人误以为单纯做善事就等同于积累了功德 但事实并非如此 功德是更深一层的修行 它不仅仅是做善事 而是在善事的基础上 结合智慧和定理 这就像是一棵树 福德是根基 而功德则是树冠和果实 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善事都不愿意做 他的修行之术就无法茁壮成长 没有根基的树怎能结出甜美的果实呢 因此我们劝人学佛必须从福德开始 这是因为福德是修行的起点 是建立一个良好品性的基石 一个人如果连帮助别人的心都没有 他又怎能谈论更高层次的修行呢 接着让我们探讨善根 智慧和定理这三个因缘的成熟 善根就是一个人的本性 他的良心和品德 一个具备良好本性的人 自然而然的会被吸引到修行的道路上 智慧则是通过修行和学习来获得的 他不仅是知识上的了解 更是对生命与祝贺佛法的深刻洞察 有了智慧 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的行为 对自己和他人的影响 从而做出更有益的选择 定理是指心灵的稳定和专注 在这个充满干扰的世界里 保持一颗平静专注的心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透过顶期的冥想和修行 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心灵 达到一种内在的平静和集中精神的状态 这样的定理是通往更高层次修行的关键 当这三个因素 善根 智慧 定理 共同成熟时 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真正的功德 功德不仅仅是做善事 它是一种深刻的 全面的修行 涉及我们的思想 行为和灵魂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们需要持续的修炼和自我反省 修心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时间 耐心和持续的努力 每一个小小的进步 都是向著最终目标迈出的一步 要修出智慧 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体验 阅读佛经 听闻佛法 参加禅修 这些都是增长智慧的途径 当我们的心灵被智慧的光芒照亮时 我们就会更接近真理 更接近开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培养我们的定理 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灵 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动摇 定理可以透过缠坐 呼吸练习和其他形式的冥想来培养 最终 当我们的心灵足够纯净 当我们的智慧足够深邃 当我们的定理足够强大时 我们就会达到一种开悟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中 我们会体验到真正的平静 喜悦和内在的光明 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 但它是值得的 通过修心修行 我们不仅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还能对周围的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我们的心灵越来越纯净 我们的行为也会越来越有益于他人 这是一种从内而外的改变 一种真正的转化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挑战和困难 但这些都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 每一次的挑战 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的困难 都是提升我们智慧和定理的机会 要记住 修行不仅是一种实践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不仅仅关乎我们在特定时间做的事情 而是关乎我们的每一个思想 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选择 因此我们应该将修行的原则 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工作还是与家人 朋友相处 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善良 智慧和平静的心 当我们这样做时 我们不仅会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也会为周围的人带来正面的影响 这就是真正的功德 它超越了个人的界限 影响着整个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会发现 修行并不是一条孤独的道路 我们会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 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和伙伴 一起修行 一起成长 一起向着开悟的目标买进 你可能会问 定力是什么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定力 简单来说 就是心灵的稳定和专注的能力 在佛教修行的道路上 我们经常听到 关于菩萨和智慧的故事 是的 智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但如果没有定力 智慧就像无根的树 无法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 想象一下 一个人拥有广播的智慧 能够洞悉生命的奥秘 却无法将这些智慧 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这种情况下 智慧就像是一座 没有使用价值的金矿 这就是为什么定力如此重要 它是我们将智慧 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 定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修炼而来 就像锻炼肌肉一样 我们需要透过持续的练习来强化我们的定力 在学佛的过程中 达到佛的成熟性是许多人的目标 这种成熟性并不是指年龄或体验 而是一种从内在生长出来的智慧和定力的结合 一个成熟的佛教徒 能够在生活中恒常保持平和与清醒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这种成熟 是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的 你可能会好奇 这个成熟过程是什么样的 它涉及到深度的自我认知 了解自己的本性和内在潜能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需要智慧 还需要强大的定力来克服内外的干扰 一旦我们达到了这种成熟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佛法 并将其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 成为一个菩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需要时间 耐心 以及对智慧和定力的不断追求 一个菩萨不仅需要智慧来理解世界 还需要定力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理念 而最重要的是 一个菩萨需要拥有坚定的本性 这是达到圆满的基础 那么 什么是坚定的本性呢 这是指一个人的核心特质和价值观 他知道我们如何行动和做出决策 一个拥有坚定本性的人 会始终坚持自己的信 念 不会被外界的诱惑或挑战所动摇 这种坚定不仅是对自己的忠诚 也是对高尚理想的坚持 在修行的道路上 这种坚定是通往圆满的关键 现在 让我们探讨如何实现这三个关键要素 智慧 定力和坚定本性 首先 智慧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 它是对生命深刻理解的体现 是我们从经验中学习和成长的结果 智慧使我们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 超越表面的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反应于事物的表面 而是从一个更深层次去理解它们 接下来 我们来看定力 定力是一种精神上的坚韧 它使我们能够在面对诱惑和挑战时 保持专注和稳定 这不仅仅是一种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更是一种内在平静和集中精神的能力 定力可以通过冥想 产修和其他心灵练习来培养 这些练习帮助我们经理心灵的杂音 专注于当下 并培养一种深层的内在宁静 最后 我们来谈谈坚定本性 这是一种内在的核心力量 它体现在我们对价值观和信念的坚持上 坚定本性意味着即使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 我们也能够保持自己的道德和原则 这种坚定不仅指导我们的行为 还帮助我们保持心灵的纯净和专注 那么如何培养这些智素呢 首先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反思 通过阅读 听讲座 参加研讨会和与有智慧的人交流 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库 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其次 我们应该定期进行冥想和禅修 这有助于 我们培养专注力和内心的稳定 这些实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 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之地 而且能够提升我们的自我觉察 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再者 我们要不断的挑战自己 走出舒适去 透过面对新的挑战和经历 我们可以测试和加强我们的定力和坚定本性 这不仅仅是关于克服困难 更是关于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自己的极限和可能性 此外 与志同道合的社群交流也非常重要 透过与其他修行者的交流和分享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 并得到灵感和支持 这种社群的力量不容小觑 它可以提供无比的动力和指导 当我们谈论修行和开悟时 我们常常将重点放在结果上 但实际上 真正的重点在于旅程本身 每一步我们走的过程 每一次我们克服内在的怀疑和外在的挑战 都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重要部分 这个过程中的每个挑战 每个胜利 都是我们修行制度上的重要里程碑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